混囚室超過4天飲料補命 險死艾瑞生獲賠3200萬 但當局一句不記得放人 就令他混在密封的囚室4天半 半隻腳踩入鬼門關 事緣去年4月 他去朋友在聖迪哥家搞的毒品批 打算吸大碼 誰知被緝毒局的人員抓了 對方查完可以放人 帶他去間1.5米乘3米的機樓室叫他等等 說專頭放他 誰知一去沒回頭 他踢門大喊都沒人認 誰都沒敵 想在消防灑水器喝水 但不成功 結果要飲料補命 到第三天還有幻覺 以為執法人員要放毒氣毒死自己 受到手扣都鬆 以為自己難逃一死 於是弄壞褲眼鏡 想用玻璃在手臂界對不住媽媽作為言 幸好這條鞋帶救回他 不過他出現經聯 脫水和器官衰竭等情況 報收14磅 事後丹尼爾向當局索償1億5600萬港元 星期二宣布與緝毒局達成和解 說賠償3198萬港元 他打算用這筆錢賣房屋給父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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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